当以万个村民对战能够不断变异升级的坚守者 结局将会怎样呢 只见管理员召唤出变异坚守者时 村民还傻乎乎的在一旁唱跳rap 感觉受到侮辱的坚守者一个巴掌 就让众多村民原地起飞 接着一个个原神出鞘被坚守者吸走了灵魂 此时村民自卫队闻讯赶来 准备用弓箭消灭坚守者 然而坚守者竟开启须左能呼 在背后伸出一双恶魔之手 将村民抓起来当成肉盾 抵挡自卫队的进攻 在一声巨响过后 坚守者完成了第一次进化 从一头二臂变成了双头四臂 接着更是召唤出一群变异村民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被接触的村民全都被坚守者吸走了灵魂 村民们陷入一片恐慌 一个村民却来到坚守者面前疯狂鞠躬 看见坚守者对他点头回应 其他村民见状也开始纷纷效仿 没想到坚守者竟然真的转身离开 回到洞里打起了盾 经过这件事 村民们将坚守者奉为神明 不仅在山顶为他建造神庙 甚至设立学校教育孩子们要崇拜坚守者 就连建造的城市也都以坚守者为主题 一个自称尊者的村民 更是把坚守者宣扬成村民的造物主 真是离了大谱 而在这天 尊者突然下达命令 表示每家每户都要献祭一个最小的孩子 来保证新一年的风调与顺 画面一转来到桂林仔家中 由于弟弟被选中 好哥哥桂林仔想要代替弟弟 没想到却被爸爸打了一巴掌 桂林仔难过地躲在被窝嚎啕大哭 管理员心生怜悯 决定帮助桂林仔赐予了他一把手枪 第二天 可怜的孩子们被带到了祭坛 只见尊者按下开关后 坚守者破土而出 他的身形也肉眼可见的比之前庞大了许多 坚守者贪婪地吞噬着孩子们的灵魂 弟弟健壮祈求尊者放过自己 却被尊者狠心拒绝 正当弟弟也将被坚守者吞噬时 一声枪响划破长空 原来是桂林仔及时赶到 他带着弟弟就要离开 尊者却拦住去路 表示坚守者没有得到祭品 那么整个村庄都会遭殃 桂林仔十分理解 然后将他送给了坚守者 大难不死 兄弟二人急忙返回家中收拾行李 准备逃离 然而无药可救的父亲 见到儿子未能成为祭品 竟将他们举报给警察 就这样兄弟俩刚出狼窝又入虎口 而此刻坚守者恢复元气 竟然真的打算一口气吃掉所有村民 只见坚守者吃下无数村民的灵魂后 变异成了终极形态 开启狂暴模式的坚守者 更是举起整个区块 要吃掉整个生物群系 兄弟俩因祸得福 由于坚守者的破坏得以逃出生天 但他们真是倒霉妈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两人竟然误入了掠夺者的基地 兄弟二人被掠夺者关进监狱生死难料 桂林仔集中生智 表示能带掠夺者前往一个藏有无数钻石的地方 掠夺者信以为真 出动大军跟随兄弟二人来到了坚守者的所在地 掠夺者用航空母舰发起猛烈进攻 却被坚守者一拳打得落花流水 无奈之下 换魔者和魏道士只能另辟蹊径 打算建造祭坛召唤出突变凋零来对抗坚守者 但在强大的坚守者面前 突变凋零却完全不够他塞牙缝的 掠夺者们全军覆没只剩下桂林仔兄弟二人 穷途末路两人的命运就要到此为止了吗 没想到他们提前建造出一个黑钥匙传送门以自己为耳 引诱坚守者前来后激活传送门 成功将坚守者送入下界 就这样兄弟俩依靠过人的勇气和智慧消灭了愚蠢的村民 邪恶的掠夺者和恐怖的变异坚守者 完成周楚除三害的成就 没有别 没有别